好 科技的新趨勢 我們帶你來看的是電視 大家說這個電視 現在不是越做越大 不僅是如此 我們可能看到這個 未來這個電視之後 會顛覆你我的想像 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在家裡跟家人 發生這個搶電視 不愉快的經驗 怎麼來解決呢 我們看南韓三星 在英國推出了這一台電視 只要按下3D眼鏡的 鏡架上的鈕 就可以任意來切換兩個頻道 也就是說 兩個人看同一台電視 眼中卻是有不同的畫面 會覺得這很妙 而且是可以各看各的 只是這一台要價 並不便宜33萬台幣 會在家裡會搶電視嗎 會 不想再跟家人 因為搶電視撕破臉 那麼這一台 或許可以避免火爆場面 跟我一樣戴上這副眼鏡 再按下耳朵後面的這個鈕 你就可以同時的 切換兩個頻道 現在可以看到 雖然面對同一個螢幕 但仔細看戴上3D眼鏡後 眼中的世界卻完全不一樣 不管是想看體育賽事 還是美食節目 南韓三星這一款電視 可以同時切換兩個節目 讓家人待在客廳 也能井水不犯河水 各看各的 英國搶先開賣 一台要價6999英鎊 換算超過33萬台幣 三十幾萬 會考慮考慮 就等之後有更多的時候 價格就會比較便宜 儘管這一台電視 價格不是很親民 但三星讓科技產品 予以兩吃 還有這一個創意 手機螢幕會彎曲 延伸到兩邊 讓側面多了兩個長條形的螢幕 號稱三螢幕手機 側面螢幕不大 卻可以放上APP捷徑 或是顯示簡訊 時間股價和新聞等等的資訊 據說已經在美國申請專利 不過延伸螢幕的idea 蘋果其實早在4月 就有專利圖搶先曝光 這下子恐怕又要引爆一場 三星和蘋果的專利對決 東森韓新聞 葉子隆陳文棠綜合報導